中国最近这十几年来 肺癌以及其他 因为受到空气污染 而导致的这个疾病 发病率呢 是逐年上升的 我见过一个统计资料 每一次大的雾霾 爆发了以后 大概七年之后 是癌症高发的 这么一个爆发期 它有一个滞后 从我们现在已知的情况上来看 中国的空气污染是相当厉害 我们知道空气污染 它是大气科学的一个分支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 所谓的空气污染 它大概有一百多种污染气体 其实呢空气污染 它是指空气中 某种物质的含量增高 那么导致了 对正常的一种影响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它不仅仅是 大气污染中不仅仅是 我们经常说的雾霾 雾霾其实也是一种悬浮物 那么它还包括其他一些方面 现在我们知道的雾霾 可能是大家提的最多的 或者说 中国科学家曾经发明了一种说法 叫灰霾 那么我们知道 中国 一直是一个缺油的国 我们曾经因为大庆的开发 短暂地进行了石油的出口 紧接着就变成一个进口大国 在国际上 中国进口石油 可以说是多方向的 目前我们知道 主要的是中东和俄罗斯方向 包括西亚的几个斯坦 只要能给我们输入石油 输入天然气 那么你就必须得维持住 这么一种关系 这种脆弱的平衡 今年已经被打破了 中东我们都知道 从中东过来石油 中国一直有一个想法 就是改变输出的方式 进口的方式 曾经考虑过克拉蒂霞 也曾经考虑过 路上输送通过石油管道 那么这都是一些设想 估计即使要成功 也是几十年后的事 所以中国开发一带一路的过程中 更倾向于从这么几个斯坦 来进口石油 俄罗斯这个方向也是一样 都是很脆弱 维持整个一个国家的石油进口 天然气进口 它是很不容易的 今年搞这个煤改气 就去年年年底 今年年初搞这个煤改气 因此西亚的国家 在天然气的输出上 不仅违反了承诺 降低了输送的标准 而且提升了价格 这在国际贸易中 大宗的物资采购过程中 一个小国对一个大国进行 提价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 很少发生 那么就算你把这些石油 运回国了 你也不能完全替代煤 作为能源的供给 现在我们知道 同时还搞了一个封电 封电今年 美国的川普政府已经开始 追溯一些知识产权了 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报道 好像是对中国的一个封电公司 因为它盗用知识产权 现在美方提出了一个 48亿美元的惩罚性的 这个起诉案 有可能会执行 风力发电 大家都知道 它可能是比较环保的 但它其实也有不环保的地方 你们要去过风力发电的 现场你们就应该知道 风力发电在发电的同时 通过枫叶的转动 它改变了磁场 在风力发电机组 安装设备的现场 只要它开始运作 你就看不到小动物 别说田里面 跑啊跳的这些田属 就连飞链 都不会在风力发电的场所停留 因为它磁场被扰乱以后 它也找不到家了 也会死亡 那我们就这样说了 中国享用清洁人员 唯一的一条路 只有电力 那么这个电力呢 并不是完全安全 因为我们知道 除了核电站以外 你烧油的 烧煤的 都会严重的影响空气质量 核电站呢就更别说了 日本的核电站 海啸也好 地震也好 刚刚出事没几年 前苏联的切尔洛贝尼核电站 导致了乌克兰地区 大片的被污染 被隔离 所以核电 它的危险很大 中国去年发布了一个通告 说在全国范围内 要取消新建的这个火力发电厂 就是烧煤的 大力的开展 核电站的这个布点 同时宣布 大概在全国范围内 要形成两百多个核电站 其实这个东西做不到 它只是一种姿态 对国际社会 更多意义上 它是在宣布 我们大力发展核电站 全国到处都有核电站 核电厂 那么中国就不会选择对外扩张 因为一旦进入战争状态 每一个核电站 它性质上就是一个脏弹 那么这两年 不管是医学家 还是工资都在开始呼吁 中国的雾霾越来越厉害了 它已经影响到人民的生活了 正好这十几年 也是中国医疗 这个产业迅速成长的 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中国有两个东西比较多 一个是精神病 中国有过一个统计 大概是1.8亿人 有罹患这个精神病 或者是精神类问题 这么一个人群 相对我们的人口激素 它的比例是相当高 全球其他的民族 可能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 而且可笑的是 全球这么多家上市公司 只有中国拿了一个 精神病治疗的 这么一个连锁医院 跑到美国去上市 据说还成功了 那么完了以后 跟着就是什么呢 就是各类的癌症 联合国有过一个统计资料 其实我看了两个 一个是全球因为空气污染 每年罹患疾病死亡的人数 大概是550万人 中国160万 印度130万 另外一个资料讲的是啥呢 就跟我们日常生活 好像就不太常见 或者说 大家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联合国梁龙组织 公布了一份数据 全球养殖业 都很发达的一些国家 那么它做了一些采样 最后得到一个统计数据 是什么呢 硫 它跟一般的家畜 动物不一样 它对空气污染的 这个责任相当大 刘放屁 它主要排放三种气体 它一共排放一百多种 有害气体 主要是三种 第一种是氨 就是我们知道 这个形成酸雨的主要原因 它占全球排放量的三分之二 第二个是甲烷 它占全球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一 甲烷它对这个全球形成温室效应 它的贡献超过二氧化碳二十倍 当然了最后它也排放二氧化碳 排放量是多少呢 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百分之十八 就留放个屁 就有这么大的污染 很少有人知道 一头流一年放屁 它形成的污染物质 大概是九公斤 相当于一辆小型汽车的污染 我们都知道全球汽车保有量 大约是十亿两 其实按现在的统计数据来看 全球养殖的硫也有十亿 也就意味着这个污染是很大的 只是很多人没太在意这个问题 早十那年开始 就有很多人在古道 大家去买海边的这种房子 曾经还有一些广告词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去过海边的朋友们 印象都很深 虽然海边很漂亮 但是海风中它有一股腥臭味 很多人都误以为 它是一种海洋生物死亡以后 就乱乱虾死亡以后 发出来的这种味道 类似于藻气这么一个东西 其实不是 现在科学家已经研究出来了 大概是什么呢 是很多细菌 它在吞噬海洋里面的废气物 以及海藻类的时候 它同时会发出一种气体 这种气体叫二甲基流米 它很刺鼻 所以我们能闻到的腥臭味 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完了 关于改善空气质量的 这种举措 至少我知道 十几年来 一直喊得不停 甚至要求不让这个 空气质量污染 拖到21世纪 这是20世纪末期提出来的一些目标 然后完了最近几年呢 有很多人 地方官还在立军令状 其实他们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在水资源的这个问题里面 这个环节里面已经提过了 空气污染也好 水污染也好 它最主要的来源 是中国整个的工业结构的问题 这不是一两个基层官员 能够解决的 这是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 它涉及到一个调整问题 你要是把所有的工厂都关了 因为环保你现在做不到 你要把工厂关了 大气污染会改善很多 你关得了吗 所以这个问题它是无解的 空气也一样 我们知道空气中形成雾霾的东西 它有很多 刚才我们说了 最主要的是燃煤 因为联合国专门为此做过调查 中国主要的问题在煤 因为中国没有油 那你就必须要用煤 你在快速的工业化 你就算不去做外向型经济 你要保障本国公民 能够吃饱饭 能够做点事 你也得发展工业 因为中国的耕地有限 那么完了以后 你必须要把农业人口 农村过剩的劳动力 转移到工业上来 哪怕你就是重新搞乡政企业 你外向型经济完了以后 你搞供给制 你搞计划经济 你也不能完全省弃工业 所以它短时间内空气的问题 是解决不了的 还有一些问题 是权贵造成的 你比如我们经常说的这个燃油 中国有很多汽车了 那必须得烧油 中国的油品质量相当低 而且有很多 不应该添加的东西 它是违反国际这个环保标准 但是它在生产的过程中添加了 为什么添加了 降低成本 因为我们知道石油炎链这个行业 它主要是由国企和改制以后 由部分权贵拿走的一些炼化厂造成的 这个行业外人是涉足不了的 它没有开放 没有开放它是垄断 你汽油现在的价格 甚至高于赖昌星走私汽油的时候的价格 那就很不正常了 因为我们知道石油 它进口的价格经过了一些波动 我们曾经看到最高每桶石油是140美元 现在降低到40美元左右 但是我们的汽油价格跟140美元的时候差不多 中石化 中石油 中海油 这几家公司都是耍流氓的典范 发改委也起到了 助纣为虐的这么一个角色 原因都是一样的 不仅权贵们要增弃 国家更要增弃 它在降低油品标号 而又要保证它使用的这个过程中 它只能在生产环节降低成分 那么它添加一些东西提高油的品质 即便这样 很多全进口的车 在加了中国加油站加的油以后 它都会显示一行英文 你要是把它分为成中文 就很简单 我中毒了 就这么三个字 所以有一段时间 很多外国车进入中国 它没有办法去行驶 那三元催化老是出问题 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可能也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它目前是垄断的 它没有竞争 整个国家 在出台管理方案的时候 它要照顾到国企和权贵的利益 它就不可能提高油品的质量 所以废气 汽车匪 尾气对大气的污染 还将长时间的存在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那我们现在知道 空气污染是怎么来的了 也知道短期内解决不了了 怎么办呢 只能放一放 因为提出这个问题的人 都会被解决 问题解决不了 你还要提出问题 我们看到提出地沟油的记者在哪 说三聚清安的这些记者在哪 说一点真话是很难的 我就算是个话牢 在国内我也不敢说 即便现在 我也是压着说 你看到问题 你解决不了 你提出方案实现不了 甚至提出方案的人 他的一生有可能就结束 中国的问题始终是这样 几十年来 一直有一些专家 在提出这个问题 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解决 有一些名声大 被边缘了 最著名的案例 就是周永光教授 名气小一点的 就被塞到监狱里面去了 甚至有一些举报这些问题的 提出一些方案的人 关了几年刚出来 出了监狱就被不明身份的人 打得颅底骨折 导致残疾 这都算好的 有一些半黑不白的行业 你比如像地沟游 揭露他的内幕 你有可能付出的就是生命 我非常敬佩这些勇士 因为他们提出了问题 他们甚至也寄希望于这个政府 来解决问题 不一定是他们天真 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信念 为了捍卫自己的理想 完成了他们作为记者的职责 而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 我们就不能这样做 我们只能说一说 做一个提醒 小声地做一个抗议 很简单 我不想做烈士